夜食文化和中国的宵夜文化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说日本它是酒馆为主 然后会有这种酒馆之后的深夜食堂 但深夜食堂它不是果腹 那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要品尝美食 那中国的宵夜更多的意义在于 交往 社交 对 日本经常一个人 一个人坐在那里吃饭 一个人喝小酒 一个人思考 你白天很压抑 那你说他们拍的那个 我给你看一段挺有意思 就说里边各色人等 甚至还有日本的那个黑帮老大 就是小木的前身 你还别说他日本那个电影 那个环境不一样 社会环境不一样 中国和日本社会背景不一样 他们喜欢小的聚决物 或者小的食堂里面 他是跟那个老板去沟通的 你要把他搬到中国来 谁老 你不要说老板见不到 连厨师都见不到 你在日本他既是老板也是厨师 你下次来他知道你什么口味 你不是每天来 但你来到这里我就要吃他的 我要什么味道 这老板就会知道 所以日本所有的餐厅 几乎是没有包房 几乎是都是小的 这样他人性化可以沟通 那你今天进的什么好食材 他大概知道你是做鱼的 做牛肉的 或者哪怕是做猪肉的电影 有拉米馆也是 都是个小的那个八台 你看那个八台啊 就那个柜台啊 日本是不是习惯就是说不认识的人 你们俩在哪吃 在你们聊天 我也看着 我也听着 我也甚至插花参与 完全可以 我们同类的人才来同一个电影 小青你觉得中国人是这样吗 我觉得中国人是圈子 就是自己会 自己的圈子 对 就会很难听 或者说你可以旁听 有时候自己会笑 你比方说 你听到大家在说 这个房子啊什么的 你可能觉得自己在杭州 你如果说是股票啊 怎么样跌啊 这么跌 你可能是在上海 如果是觉得 哎呀这个 这个中东地区和平 怎么怎么样 这个什么时候收台湾 你知道你在北京 这肯定在北京 就是但是你是听 你不会去参与谈 但是我有一次在这个广州 吃那个大概是吃早茶 然后我在这一桌 然后旁边一个中年妇女 忽然说 哎那肠粉怎么样 我尝尝 然后他就自己尝了 真的啊 真的不来自个儿当美人 对然后我也没办法 也只好吃了 他的这个汤包什么之类的 建立起来某种奇怪的 我觉得这个在国内 还是比较少的 日本的 现在呢 中国时髦的是 把这个日本的这个深夜食堂啊 给搬到中国来 对吧 当然就是前一阵嘛 也是你的朋友 劝你戒烟成功的导师 黄磊老师 来了吧这个深夜食堂 所以呢 咱们今天就不谈这个了 我只能说好话 对 倒不是说这个深夜食堂怎么样 但是确实 日本的这个深夜食堂 为什么在中国有一批 那么固定的粉丝 你说大家对其中什么情调 特别唏嘘不已 我说呀 嗯 我想其实呢 我后来又看了一个 首先我觉得这个中国的 虽然还是要骂两句啊 虽然在 就是我觉得 他就是把日本的这样原样照搬过来 就很奇怪 然后包括说那个 那个男主角是有个疤的 然后黄磊老师他也有个疤的 那一擦汗都快把那个疤擦掉了 对不对 这个就很奇怪 我觉得为什么这个人有看这个深夜食堂 就每个人其实都觉得自己是特殊的 然后所以呢 他在看这个深夜食堂 看到一个个这样的什么特殊的故事里 他觉得自己也有特殊的可能性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也这个失恋过 但是我当放在一个独特的空间里 比如说深夜食堂 我这个我的失恋好像就有了格外的美感 我自己觉得为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喜欢深夜食堂 就是喜欢这种空间感 所造成的戏剧性吧 其实你说在家吃泡面 其实才是这个失恋的场态吗 你不一定要到一个这个 我是觉得 给你看看啊 大家说像谁 你瞧 像不像 像不像 这这日本 你瞧 你瞧 有 这完全是 小沐扮上 小沐扮上看看 小沐扮上 你瞧 像不像 超像 这怎么卖呢 你瞧点 所以全部现在也要演电影了 对 真的是 就是 我觉得其实有个主题 我就想到那天呢 这个方舟讲的 就说跟人呢 怎么讨好呢 就说 孤独 你最孤独 就借问酒家何处有 木桐 瑶纸 杏花村 往往就有一种啊 孤魂野鬼的那种 哎 他那种调调 我自己其实有个特别动人的 类似于是夜市堂那种纪念 是在日本在那个曹鸭那个地方 你肯定知道 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破败的居住区 然后那有一个蒙古餐厅 内蒙古餐厅 叫西林锅乐 然后有次在那去吃羊肉 然后就吃到差不多90点钟准备走 那个忽然灯光全部都暗了 然后那个厨师是个那门古人 然后从这个后厨走了出来 他就把这个灯关了 然后就开始拉码头琴 就拉的特别好听 就而且是那种 就是你一看他是一定是专业选手 就不是这个业余爱好拉码头琴 然后他拉的那一首叫母亲 然后你听的时候就感觉是一个 40多岁的中年男子 在母亲的七头悲戏的那种感觉 然后他拉完 然后其他人鼓掌 就是看日本人就是都言犯泪花 然后他再回到后处又开始做饭 后来跟那个老板聊 他知道他是那个拉码头琴的大师 他其实当时就是已经是那蒙古 大概排名前五的拉码头琴的大师 80年代到了日本 之后再没有回去 每当想到母亲的时候 就出来拉赠了一手 我觉得这刚刚说断肠人在天涯 我就想到这个 他不跟大家产生联系 也没有说这个来这个捧个人场 给个前场之类的默默的拉完再回到后处 小青你说吃治忧郁症吗 吃肯定治忧郁症 因为吃好多的东西都是分泌多安的 比如说糖 很典型的 比如说油炸类的食物 这都是让人快乐的 你有没有吃出泪来的体会 那应该是经常 就是遇到好的厨师 或者是遇到特别用心的做的东西 或者是特别纯熟的记忆 都会让你特别感动 因为毕竟我们平时吃的食物 不是像我们拍电视的时候吃的那样 我们也经常 我写过那个文章 我就说我以前是每天都熬夜 都是两三点钟才能回家 然后回家之前吃一顿 基本上就是马拉拉面 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拉面馆 但是你这时候能看到拉面馆里面 形形色色的人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特别需要慰藉的 你描述描述 我如果说我来讲的话 可能会比较长 但是我可以用一个小说来形容 就特别像金庸小说 《神雕侠侣》里面写的《风铃渡口》 郭湘第一次听到别人说阳过的事迹的时候 就是大家都围惧在这 感觉都回不了家了 都是被工作的压力压在这 你就会觉得尤其是北京的冬天的时候 外面要再下点雪 你就觉得真是的 每天会路过一个这样的风铃渡口 你像他们这个深夜食堂出来 我看他们杭州搞了一个 就其实中国人的生活不是空壳 它是生活是由细节组成的 就是杭州那网上就是说 你们说说深夜食堂 其实中国就是深夜烤串的故事 就是我看几个也真是我发现在都能拍戏 就比如说有些人就是我记得一个女孩子 吃着这个麻辣烫流着泪跟男孩说 没用的你养不起我的 这就是那种俩即将分手 还有一个说是这个出来一特圣人的 其实是特感人的一个传说 就是说呢有一天深夜 看见这个不是有一天深夜 就是天天晚上啊 看见那个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吃 然后呢这个女孩的碗里啊 荤素一大碗 这男孩不断的拿调料啊 拿这个就给给他 一看这男孩碗里呢 就是个方便面加两根蔬菜 然后最后突然有一天他看到吃完 这个男孩带这个女孩走 这你男孩俯身到女孩座位前把他背起来 然后这个女孩的裙子下面没有腿 哦 这是是一个 就我看了那个长帖子 这很多的人生的故事 那我觉得大部分都是穷 就是我看了 所以说这什么人就关心什么 对我看了反而觉得 哎呀还是得吃好点 感觉不一样 但有时候你要好的他吃不下 像日本2011年大地震的时候 311的一个星期以后 我们湖南菜馆 我们开了早上5点的 所以也可以叫深夜食堂 来了一对夫妻一样的 本来很开心的进来的 因为一对男女一般是 他应该是对面坐着嘛 那才规矩 他不过他两个要挨在一起 等一下男的用舌摸摸 在桌子底下那个 但是没过半个小时 哎呦两个还吵起来 我听他们在吵什么 女的是中国人 就是大地震的要回去 因为家里多担心 是不是被震在这个样 海啸又是核辐射 男的说没事 我们那么多日本都没有跑 你跑什么呢 就很不舍不得他走 结果两个 前面是两个并排坐 等一下坐到男的 女的坐到对面去了 我讲这开始火冒了 然后其实这个女的呢 她是带了 她的头发是很多 是做了假头发 做了假头发 这个男的是想把她衣服抓个 你还坐过来吧 我们别那么大声音 用中文讲话很大声音 他觉得不好意思 就没拔好 把她头发给拔了你知道吗 把她头发给拔了 假头发给拔了 这个女的气了 你拔我头发 我把你的外拔了 那个光头 真是带了个卡子的 假头发 所以这种悲哀 那种痛苦喜乐 这个编剧都编不出来 这身影史上你全看得出来 什么样的人都有 真是 所以我说真是中国日本 太不一样了 因为我想什么 我有一个记忆 就是广州的这个干炒牛河 那当年我在那个广东电台 广东电台那个 有火气 后门 有锅气 有锅气 在中国这个有烟火气 他不是像日本那么 凄清凄凉对吧 他说那个热火朝天 我记得我跟我们西安的一哥们 我们俩 每天晚上 哎 这个干炒牛河 当时我年轻的时候体重168斤 就是 那就是 每天晚上都去吃 12点以后去 你知道 就把广州人吓傻了 没见过我们这个北方汉子 我们俩人就是8盘干炒牛河 一人4盘 而且吃干炒牛河主要在于他那家的那个辣椒酱 他那个辣椒 蒜蓉辣椒酱 蒜蓉辣椒酱 还近点切碎了的那个辣椒的那个粒 哎呦 就主要是我们那一点一点的倒好几点啊 广州人吃不了辣的倒好几点 然后俩人就是啤酒 哗俩大肚汉 都脱光膀子啊 俩大肚子 哗就就就这么吃 最后我们俩就有名了 就无敌 无敌双结 吃货了 干炒牛河 你看那是我记忆中 就中国这种夜宵的这种气氛 对 但是中国可以说40年前 北方环河以北 几乎是没有夜宵的 那个夜宵 真是从广州过来的 因为他天热 他家里住不了又没有空调 真的吗 都在街边上 都要在街边上吃点东西 而且呢 他的宵夜的种类要多得多 各种各样的 你说干炒牛河 这是一种 那个各种粥 是另外一种 打边炉又是一种 打冷还是一种 他可能就特别多 天热 天热也是一种 你最喜欢那种 我都喜欢 我都特别喜欢 一到广东 那就是真是宵夜的天堂 那每次 嗯 去了 都是留恋忘返 但是呢也有人就不习惯 比如说 王小山 他 他就不喜欢 他 他以前在广州工作嘛 这个吃的都不习惯 他觉得 广州 这个到这个 套路深不如回长春 哈哈哈哈 因为 因为他习惯的是北方人的那种 就是 喝点 嗯 喝 弄点 哈哈哈 就特别简单 就是 小口串 嗯 就是 而且经常发生 争执 就是要弄清楚一个问题 嗯 就是你瞅啥 哈哈哈 我给我给你看一个 可以给你看一个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咱们看看 嗯 这这反映在什么地区吧 呃 这肯定东北 这是一个东北小伙 但是他现在居住在广州 你吃了 嗨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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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南边来了个文神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啊 爱着一个白雕妹子 白雕妹子 白雕妹子吗 八菜小伙 爱着一个光头泡着 带着十斤的大力量 对对对 好人不定经关条 大哥昂照 注视着光头 稍后摊上十分银钢 拥慨他俩 臭嘴鸭儿了 都相信 一幅月勾扎 扫饼馒头 包子麻花 包子麻花 不断 就没白斑包子伴啊 脖子真冰仓 嘲巴超 这基本上 这是 这就是 更激进于北方的文化 就是 喝酒 基本上喝的酒也唱歌的 不仅在 有小姐的喝居酒屋 或是大家同僚 喝的酒就想唱歌 而且还脱衣服 小沫你看 你又是中国人 湖南人 罢得凡 不是罢得满 奈得凡 又是湖南人 就是说中国的拉丁民族 很奔嘛 对吧 但是你又在日本 你看见刚才中国 晚上宵夜的摊上的吊点 你想起你在 你觉得跟日本感受到的 不一样在哪 对 日本它也有 街边上的吃的东西 推一个小车 但它主要是喝酒 喝酒它也一种是 它比较安静 不会像中国那么长的 它可能在思考什么 可能在反省什么 可能给谁 单纯的不愿意回家而已 就是单纯的不愿意见老花 日本如果你星期一到星期五 你早回家了 老婆会觉得你没有朋友 没有朋友 没有同僚 这个倒也不光是日本 我看过这个有研究 就研究纽约的这个宵夜室 原来这个东西就是说 这个小酒馆 小饭馆 是办公室到家的第三空间 而且你说这欧洲人的研究 还是有意思 说loser 说夜里出来的 有这么一句话 就是说夜里半夜12点之后 出来小饭馆吃饭的人 就是基本上有种loser的感觉 他说但是好像我们对于loser 有无限的共鸣 这是不是你说在宵夜的调点 是 我原来看过一个调查 就是说中国的调查 说中国最爱吃宵夜的人的收入分层 差不多是6000块到9000块 越收入的人最喜欢吃宵夜 我后来想其实因为我道理想 低于这个这个6000块 他可能就在家吃泡面了 他就是为了果腹嘛 真我跟你说 不是吧 这真跟地狱人格有关 啊怎么说 你这个可能对北京上海有有效 你对热爱宵夜的人 比如说成都人 他是不管收入多少 那那个 长沙 长沙 合肥 对 你就 铺子街是吧 铺子街 那个 那个 成都就是御林 那那那每个店都是满满的人 我在日本吗 我我我最最绝的时候是温川地震 刚才是一个地震故事 我是去拍纪录片 我在成都盯着 然后我们记者都各个地方 我是负责来回送东西啊 我就在 我来了个朋友 他看我发这个 这个当时还是博客呢 知道我在成都 他说你能 你能带我去吃点东西吗 我太害怕了 这个我住在 他住在很好的一个酒店的 这个比较高层 他说我老觉得这个地在晃 我说这个可能不太合适 现在这个 这个举国悲痛的时候啊 这个你要去吃宵夜 这个显然不太 就政治不正确嘛 他说可是我太害怕了 我这样吧 我呢去你酒店看看你 我陪着你 难的啊 我就打个车 第一次 我是第一次从 原来我们都住在郊区好送东西嘛 第一次往市中心去 到了人民公园 那个老妈提花门口 那个路上全是成都人民 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他太热爱生活了 哎呦 你这个都让我想起这个沈洪飞评价小青的一句话 为什么我的嘴里长寒口水 因为我对着土地爱得深沉 大家去干什么去了 不光是吃吧 他肯定我觉得是不是有些精神上情感的东西 为什么后半夜跑到一个陌生人的那么个地儿 我讲讲日本的情况是 一般的如果是白岭蓝岭 他因为他第二天要上班 他不可能12点以后还在那里 一般是12点以前打电台回去 日本最多干一种职业的就是媒体 都喜欢下班一来 因为他上午可以 他没有打卡制度 上午可以睡觉 所以晚上他把稿交完以后 不管是电视台或者是杂志报纸 因为日本的直媒体还是很放达的 所以来到购物基金来到我们 都是一些这些媒体人比较多 还有文化界的人 小莫我刚才想起你戴墨镜这款 我就突然想起来 其实有时候我就想起小莫 我觉得挺心酸的 你知道吗 就歌舞伎厅案内人 当年几十年前 就就是一个人到日本那打拼 你想在黑白两道汇集之地 一个中国人打开一番局面 到最后警察见面都敬礼 是吗 我就说你有没有 他曾经被绑架过 被黑道绑架 他的故事我们都听了 就是说你有没有问你刚去日本的时候 在那混 那有一天晚上不定遭受什么挫折失忆 你有那种体会吗 一个人孤魂 泼到一个居酒屋 我带着老婆去了日本 她还跟日本走 逼着我离婚 那是最大的打击 为什么呢 因为她想留在日本 我是穷学生 为了签证也好 问了什么也好 所以当时她逼着我离婚的时候 我到大使馆去要让她护照她 那时你们试试 你们自己去到警察署就报警 那时日语也不太好 也不想把丑事搞得太大 所以那种肯定有压抑的时候 那时候还好我不喝酒 但是我会出去可能找个朋友聊聊天 吃点什么东西 那个时候 因为日本的24小时店是很多的 日本的夜间开的店 吃的喝的 不管是玩的都有 你那个时候最惨的时候 你跑到这个小馆去 你自己觉得有胃口吗 没有胃口 但我会叫个女孩子来 所以后来发生了日中战争 什么叫日中战争 就是我带了一个 找了个日本女孩子 一起到小酒馆里面去 其实我也不能喝酒 但她能喝啤酒 结果被我老婆发现了 冲进来 你老婆不是要跟日本人走吗 对 但她看到 她自己可以乱搞 但是你再真正她被抓到 那个证据还是不 这就是中国人 你知道吗 强势 所以后来生的那个孩子 19年以后念不是我的那个 就是那个 所以她拉着那杯啤酒 人家喝到那杯 对我吃 那就是中日战争发生了 就是那一次 第一次在这里 她跟那女的打起来了 跟那女的打起来了 日本女的也会 那你家可能是干嘛呢 我挡着呀 我挡着那让日本女孩都跑 那日本女孩都跑 很可怜 这才是深夜食堂嘛 这才是深夜食堂 都会有的 所以 在一个夜间喝多的时候 或者是很多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特别是男女之间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日本还是一个非常能够克制自己的民族 我特别喜欢日本的一点 就是 11点钟 呃 像新宿啊 这样的地方 就是 一般的酒馆打烊了 大批的人开始往家走 赶最后一班地铁的时候 每棵树都有一个 中年男人在扶着树 默默的兔 哈哈哈哈 就是不出声的兔 你知道吗 是 很固执的很固执 轻声 非常轻声的 我跟他的一个朋友就是拍 我们的留学生活的那个导演叫张焕奇 是我师兄交流过 他说是这样的 这是我热爱东京的原因 他是一个悲情的城市 哎呦 这多悲情啊 他不要 他不影响别人 他生怕影响别人 但是这个 咱中国人讲喝酒能乱性啊 你真喝大了 你像中国街头很多就打起来了 或闹起来了 日本这个很少 也闹啊 也闹 就是真的喝多的时候 上下级已经没有关系了 一旦把领带 因为他白天很压抑 工作很认真 但我觉得白天的压抑也是 也是对的 也应该这样这样才有秩序 去自控能力嘛 但你太 困得太厉害的时候 你只有晚上去发泄 那就是把领带一拔了 没有上下级关系 大家一起干杯喝多了 一起抱着春菇 一起唱歌 一起打架 也有 嗯 甚至喝多了 然后就躺到马路边上 在新水晶上逼逼解释 然后呢 还有在大马路上小便利都有 嗯 然后有呢 有喝多了 所以这 但是呢 他尽量不去影响别人 但三辆是会